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美术馆 中国美术的殿堂 今天 民间美术部的库房正在为一批捐赠品 做着入库前的清点登记工作 但是能凑齐完整的 三七四八 我们继续叠标 王孙先生捐资给我们这些年华 这个就是杨永青的门绳 先去杨永青这个比较典型的 这个D2流云的大门绳 应该有一对 采用了这个粒粉贴金的工艺 所以说整体显得非常的精细 还比较工整 华美 检查一下这个品项吧 北京的一户人家门上就贴的就是这种 你看这么多年这颜色还是挺 矿木制颜料 而且保存的也是非常好的 在众多的捐赠品中 大部分是罕见的明清时期 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 刘盈 中国美术馆民间美术典藏部的副研究员 她和这位捐献者 还有着一层特殊的关系 王先生他是 他在艺术研究院美研所工作的时候 他只带着一届研究生 这一届研究生 其中就有我的导师 王先生因为算是我的事业艳 每次去王先生家都是 严艳奶奶叫着 然后我也向他请教一些年花内容 那每次去的时候 王先生都是对我特别鼓励 每次去都朝我树丹木制这个手势 这是桃的 这是桃头 这是桃头 我顾你什么 我找编手 王主权写说 这一届研究的财富 如今中国美术史已有几千年的历史积淀 其中宫廷和文人画家的美术史料及画论 为数最多 而反映老百姓生活的民间美术向来不等大雅之堂 这也使得研究者和收藏者少而又少 刘盈的诗爷爷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从十几岁开始直到2009年去世 一生收藏的中国民间美术作品不计其数 而最多的还是中国木板年画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为什么一生会对来自民间的木板年画情有如终 一个木板年画的传奇故事 将从一座千年古镇杨柳青开始 天津城溪二十公里 千年古镇杨柳青 这是一个处处有民间情绪和年画情节的地方 仰了请年画一年古镇杨买回家了 习起又养养 天津城溪羊柳青啊 有一位美女名叫博子仰啊 从小学灰灰花花啊 花完了一层又一层啊 1923年 一个叫王树村的男孩 就在这个运河边上的小镇出生了 美逢小镇集市 泥人 风筝 简直 这些民间小玩意儿 令幼小的王树村眼花缭乱 当然 最诱人的还是木板年画 快过年了 来门道啊 门道谢 大风的福字 开头见喜 出门见喜 王树村眼睛里最常看到的 是商铺林里的年画作坊 耳朵里最常听到的 是卖年画的吆喝声 还有年画里讲不完的故事 这些充满了生活中最朴素的情感 与智慧的民间艺术 给王树村童年一起蒙 家乡的年画 也让王树村的见识从小就不同常人 这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小镇 林街的这条河是京杭大运河 刘京杨柳青的河段 镇上的人习惯称他为玉河 1421年 明永乐皇帝朱棣从南京迁都北京 此前 为了保障建都的物资 和南梁北运的畅通 他不惜斥巨资 疏通重修了杭州 至北京的水上运输路线 今天我们称它为金杭大运河 关乎国家命脉的运河 以及由此带来的商业繁华 为杨柳青木板年画的成长 提供了适宜的水土 金杭之间 运河上下 南方精致的纸张和水彩颜料 指日刻达北方的杨柳青 奇迹还不止于此 据传 明代万历年间 为了独树一帜 杨柳青镇上已出现 以人民命名的木板年画租房 到了清代中叶 以杨柳青镇为中心 连同周边36个村庄 逐渐发展成了家家会点染 户户善丹青的木板年画之乡 这是一趟天津开往杭州的列车 王晋 王树村的长孙 王树村临终前把大部分美术藏品 捐献给全国各地的博物馆 而其中一小部分木板年画 由王晋继承下来 王晋精挑细选了200幅 爷爷收藏的清代木板年画 赶往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 为即将揭幕的木板年画展运送展品 我小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 我就自己去背景嘛 印象就是每天爷爷就在书房里待 就是写东西 找资料 因为他那个方法一般也不想进 大的时候一般就是应用一本书 他自己忙着往自己看我的书 中国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 秋陵上的民意馆内 民意中国桃花雾与杨柳青年画展 即将开展 当时我们就跟桃花雾这边联系 结果桃花雾那边呢 又跟我们推荐了王晋 我一听王晋他嘱咐是王晋继 那我就更来劲了 这之前我也跟一些相关机构联系 那别人那个借展费一张口 那也不得了 后来就决王晋在书州见面 一聊起这个事 所以他也觉得中国美术这个平台 来做这个展览觉得非常好 王晋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那种 像这些东西在手上拽得不得了 给你借东西也没有借展费 我们这么多年在市面上 我见杨柳青这个板就很难见到这样的 他这里面你看整个这个场面 刻的挺大 这是杨柳青的这个年画 后面的这种表现 我觉得跟其他区别还是挺大 其他的很多年画场面没有这么大 你看一个大的空间里面 光这个花棚就有多少 你看这里人物有多少了 这种画面其实在年画里面 还是非常震撼的 今天真的不是太多见了 能识词宝者分文不取 不识词宝者重金不卖 《西游记》里的这句经典台词 或许正是王晋秉承 和爷爷家风的权势 明星以来 中国木板年画的产地 已遍布全国各地 而大部分的农村产地 其风格多是粗犷质朴 而苏州桃花物 天津杨柳青的木板年画风格 则独具特色 在目前为止 这两个年画产地 是最具代表性的 你北方就是这个杨柳青年画 它获得受宫廷文化的影响 那个桃花物年画 在南花受这个文文化的影响 它区域特点非常非常明显 而且风格也都非常独特 苏州桃花物 天津杨柳青 这一南一北的两个年画产地 有着高度的相似性 同样是地灵运河 同样是背靠经济繁华的都市 同样是书籍刻印中心 同样是工匠首艺人的聚集之地 不同的是 苏州是无门画派的中心 沈州 文征明 唐盈和求英 被称为无门四家 他们也是明代文人绘画的佼佼者 受其影响 桃花物年画风格更加俊秀雅致 而天津杨柳青 近邻元明清三代都城的北京 宫廷聚集了大批画家 受他们影响 杨柳青木板年画 在精细雅致的基础上增加了复杂的工艺 不仅有勾 刻 印 绘 表 五种工序 还借鉴了中国传统壁画彩雕中 常用的堆精力粉手段 增添了画面富丽堂皇的感觉 画面的背景也增加了象征高升 吉祥如意的中国传统云形纹饰 成为北方达官贵人家过年的抢手货 这类产品价格昂贵 尺寸大 被画行称为贡尖 上存消费向来是引领时尚的风向标 精品的贡尖年画 让杨柳青木板年画生名远扬 刘燕 你知道怎么具体怎么办 走这条 直接走到三环就行 上三环就行 这条 王先生那二楼屋子我去过 确实很简陋 对 老先生就在那么一个陋石当中写出了那么多文章 王先生代表一个时代 那个时代过去 三年了吧 我也得有三年了 九十二岁的这个冒蝶老人 可好了感觉 所以你看我现在 我还能走一万步呢 然后没天 然后还说要来美术馆看展览啊 好 这儿早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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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这年没见了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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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二岁了 就是 奶奶 你越来越年轻了 你来过吧 你当然来过了呀 那个年画的架子就是当衣柜这儿 原来这块就是那个后面这个墙全是书柜 书柜 然后这个是书桌 王先生的书桌 然后这块是有一个架子 王先生的画就在那儿卷着放在那儿 据统计 王树村用一生收藏的民间美术藏品 约一万七千件 如今 这间小屋曾经堆满的藏品 一所剩无几 都僵了嘛 僵了好多地方 而且那里有机会给别人看 在家里逛起来有什么用 这几十平方 茫茫的 脏得不得了 还不让打扫 他不怕脏 他都那么脏他也不生病了 剪纸啊 风筝啊什么都 拜神的那些纸啊 还有死人 他都到死人那个尸体里头去讲东西啊 做死人衣服的 他也叫他们的朋友 他不迷信的 他为了收藏梁花 怎么都可以 他一生就是为这个 作为学者 往往应该理性多维度地去理解 民间美术和中国美术史的关系 然而 在夫人林林峰的眼中 王树村的观点却是片面和偏激的 他脾气很坏 很偏激 他有时候觉得年华特好 其他话从都不好 文化 留下什么内容啊 没有什么内容 留下这种情绪 文人的情绪 而且不是老百姓 不是穷苦人的情绪 我经常批评他 没有改正 我也不改正 我们都各自坚持自己 他也知道我是这样的人 王树村对民间美术有着自己的执念 背后的原因还要从这张照片说起 这是一张久远的童年印记 照片拍摄于1936年 照片上一身中国童子军的装束 那是一个无畏的英俊少年 这一年 十三岁的王树村 在天津市立美术学校 学习西洋美术技法 也是这一年 日本侵略者用炮火 粉碎了王树村又小的美术职帽 眼看着许多积存多年的年画老板 被日本人刀砍斧劈 当木柴烧 镇上的年画作坊 一个个相继倒闭 从那时起 少年的王树村 开始用自己的方式 保护中国民间美术 中国的历史没有插头 老百姓没有文化 就看着年画这张历史 因为青年画价值 就是中华民族的灵魂 它代表任意思想爱争取 而且爱劳动 要有文化 要出强 要不自私自利 那不就是民族的灵魂 别的绘画没有办法 跟他读 只要有零花钱 王树村就在镇上 专卖废旧物品的街上淘宝 不久 家中堆满了年画 皮影 剪纸 风筝 迷宿 这些在一般人眼中的破烂货 为此 王树村还得了个痴子的绰号 王树村收藏中国木板年画的起点 是从1936年开始的 而比他早29年 一个俄国人也在中国大量收藏木板年画 他究竟是何许人 新学期开学 一场院长杯篮球比赛正在进行 开球的是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院长 延活动 这位从事中俄文化研究的院长 在34岁时翻译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本俄语书 这也是他开始涉足俄罗斯汉学研究领域后的第一步汉学译著 那译这本书是一个机缘巧合 译这本书因为 原来的中外观议史学会的会长耿生调的时候 那是一个大翻译家 他让我必须要译一本书 加入到他这个从书里面 我当时也没有犹豫 到这里头只有这一本书 我说我最喜欢这本书 这本令阎国洞着迷的书 作者名叫阿列克谢耶夫 书中记录了这位26岁的俄国青年 在1907年第一次游历中国的所见所闻 和所思所想 这次中国之行 是阿列克谢耶夫 为写职称论文 争取到了一次考察机会 他把这次旅行称作是可贵的阅历 其意义不可低估 其实当阿列克谢耶夫 还是彼得堡大学东方系 一名青涩的大学生时 就对中国的民间艺术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们知道东宫博物馆 收藏大量的中国文物 当时给了他一个工作 就是在东宫博物馆上 他去整理一下那些 钱币类的文物 那整理的工作主要是做注录的 你整理完一块钱笔 你必须把它写出来 它是什么东西 尤其是钱币上的符号和文字 要写到卡片上去的 这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一个长命所上面 长命百岁可以写出来 但是长命百岁下面那块的符号 他就很难理解它是什么意思 工作以后 阿列克歇耶夫决定 职称论文就以中国传统符号为题 26岁的阿列克歇耶夫来到北京 开始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 没过几个月 他便赶上中国的春节 阿列克歇耶夫出生于贫苦家庭 对他来说 还是平生第一次感受到 如此热烈 如此喜庆的年节氛围 而眼前 尽管1907年的中国内忧外患 但每逢一年一度 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来临时 家家户户依然倾其所有 欢欢喜喜 置办年货 伴随着生生爆竹 人们贴春帘 贴年华 包饺子 其愿来年时来运转 吉祥如意 不过最初懂阿列克歇耶夫的 还是中国的木板年画 他色彩缤纷 题材多样 内涵丰富 如磁铁一般吸引着年轻的阿列克歇耶夫 让他的内心再也无法平静 在来中国之前 他还没有对中国年画 产生那么大的兴趣 他当时他脑袋里头 还主要是这些护士福之类的 直到来了中国 他才发现 在中国的生活当中 或者对中国普通民族影响至深的 是年画 木板年画 阿列克歇耶夫开始谋划 因为它 制作为了 所以让梁和梁 在年轻的产生 去年轻的变化 两个完全一样的老虎 与致上抓住了一片 一片 一片 另一片 一片 一片 这种 昂的 所以 превращающее в ребус самую типичную для китайских картин формулу единение, согласие, хе-хе таков не мой ребус этого благожелания 正当阿里克希耶夫 感到研究无比艰难和痛苦的时候 一个幸福的机遇意外地降临了 1907年5月10日 在北京城古老的城墙下 阿里克希耶夫 与一位被他一直视为精神导师的人物 不期而遇 这个人就是著名的法国汉学家 艾德华·沙丸 游学欧洲时 阿里克希耶夫曾在法兰西学院 聆听过沙丸的中国历史讲座 这位曾经研究和翻译 司马迁史记的杰出学者 征服了俄罗斯青年的心 师生二人 邂逅于中国的京城 无疑是意外的惊喜 当德智沙丸要实地考察中国汉代遗址 阿里克希耶夫立刻提出申请加入考察团 六天后考察队伍离开北京 阿里克希耶夫在中国北方的漫漫旅程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 他们到达的第一站是天津 在阿里克希耶夫眼中 这是一个巨大的商业港口城市 他写道 同庄严的北京城相比 它的繁华程度让我们吃惊 到处可以看到欧洲人 他们大部分都讲英语 然而 真正吸引阿里克希耶夫的 并非天津都市的繁华 而是城区郊外的一座古镇 这就是著名的中国北方年化生产地 杨有青 虽然兴旺了数百年的运河 已被铁路和海洋的运输功能替代 但这里的航运价值并没有完全丧失 当阿里克希耶夫乘船而至 五月的杨柳青 杨柳堆烟 水色空蒙 紧致以泥迷人 漫步低岸 阿里克希耶夫深深为之陶醉 在狭长的巷漠中 阿里克希耶夫要寻访的 正是那些急急哀哀 排布在街路两侧的画房 画店 杨柳青木版年化 令阿里克希耶夫眼花缭乱 这些全是有些人生命的 有些奇迹的世界 有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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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疼愛 阿里克希耶夫胃口大开 在他看来 廉价的年华中 蕴含着深厚的中国民族传统 其重要性不亚于敦煌壁画 普通的百姓 也许不认字 却懂得中国的历史 那么他们来源在哪里 如果没有进过学堂 不识字的话 来源在哪里就是年华 阿里克从年华当中看到的 我认为最大的社会功能 就是他的文化传播功能和教育功能 年华经过一年年复一年的 口口相传的这样一种 耳濡目染式的这种传播 他对很多关于中国文化 包括中国传统道德 这些重要价值观 他都是从年华上获得的 阿里克西叶夫称 包括木板年华在内的民俗 戏曲题字 各种宗教 为中国的小文化 和老师沙万研究的 中国大文化 高雅文化相比 廉价的木板年华 更能让阿里克西叶夫感受到 古老而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点 而只有大文化和小文化合在一起 才组成了中国几千年绵延不绝的文脉 1910年 阿里克西叶夫回到圣彼得堡 令他痛苦的是 由于没有经费 他在中国收集的数千幅年华 根本不能出版画册 回国后 阿里克西叶夫一共写了282篇论文 开俄罗斯在中国民间文化研究的先河 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俄罗斯汉学学者 被郭默若称为阿汉林 遗憾的是 直到1951年 阿里克西叶夫去世 出版他收藏的中国木板年华的愿望 都未能实现 阿里克西叶夫称 这是对他一生的打击 我们看不到他的那种 戴着有色眼镜的对中国的观察 而是对中国的一种客观的冷静的 把中华民族放在 与世界其他民族平等的一个地位上来看 把中华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来看 时刻都在发现它的价值 发现它的美 人生恰恰充满了戏剧性 时隔36年 王树村竟然看见了阿里克西叶夫 收集的这些中国木板年华 那是1987年春 阿里克西叶夫的弟子 苏联汉学家李福清 为了出版中国民间版画画册 邀请王树村 在苏联各个博物馆的收藏中 鉴定筛选木板年华精品 上千年的中国木板年华向来没有任何目录 然而在鉴定的过程中 每当看到一幅年画 王树村就会马上脱口而出 这个上海有 这个在天津 这个我的个人收藏里有 这个中国没有 原来 真正的年华目录圈在王树村的脑袋里 而这一幕这是王树村研究民间艺术数十年积累的缩影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 王树村就开始计划 不仅要在有生之年把藏品全部整理出版 他更要让世人知道 中国民间艺术的根在中国 民间艺术研究的专家也在中国 这是一九五九年 王树村编著的中国有史以来 第一部大型彩色年画集 杨柳青年画资料集 书中 从三百多年前的康熙年间 到光绪年间的九十三幅年画彩页 均出自王树村在家乡杨柳青收藏的年画真本 这也是他人生出版的第一本书 这本当年定价高达五十四元 印述一千本的书 转年便参加了德国莱比锡国际书展 最终 一本中国民间年画书籍 竟获得国际书展赢奖 令氏人瞩目称赞 然而 是什么动力让王树村开始了著书之路呢 日本人出版的中国古版画图录 和中国陶器普普在1932年和1946年相继问世 为什么中国人不研究自己的民间艺术呢 看着自己的收藏 王树村从此发愿要为中国人的民间艺术细数 他这个民族的 他这个爱国心特别强 他说他从生出来就是咱们国家就是爱欺负的 给人家欺负一辈子 从他没出生以下 从鸦片斩斩咱们就爱欺负 爱欺负 在前人没有留下现成的文字材料情况下 王树村只能结合自己的收藏品 和历代的各种住宿去寻找和发掘 如同大海捞针地树立出中国民间美术 以及历代年画的发展脉络 人生86年 75部惶惶著作 直到今天 王树村的著作在中国乃至世界 都被公认为是研究中国民间美术发展史的 权威性著作 而其中24部 是在他生患肺癌晚期的六年间完成的 我们谈话也好 我们看这些画也好 我们写这些书也好 也就是告诉了世人 中国还有这些东西 他们后人都会有慢慢的影响 不能光看外国的卡通 要看看中国的民间 中国的文化 放进来 我们活着 死了也是活着 他清楚他要死 谁都写不完 没有能写完的 就是怕别人解 解不了 因为他是按照他的习惯 在弄的 所以别人看不懂 一心一意义都是为了这些东西 他死活都是为了这些东西 包括他的儿子女儿 他都看得很淡 包括他对我也是 他最重视就是他这些宝贝 因为他就抢救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都好好的用不着他抢救 这是2009年8月 王树村病逝前两个月的一段视频 生患癌症六年 久居病房 即便如此 王树村一边带着氧气管 一边整理年化研究的文字 去了之后 王树那会儿已经就 说不了话了 参照管子什么的 但是还认识我们 他还朝我这样书大门指纹 哎呀 这个我想起的那个书是这句话 就是 沉满面 碧如霜 特别感慨 我们虽然不是王先生 直接的弟子吧 或者是学生 但是其实在我的心目中 应该算是 我们新一代的人 不管研究民间美术 研究传统艺术 其实都应该是 以王先生为榜样的 2009年10月29号吧 接近中午了 师母就来电话 他就说这次王树村恐怕够呛了 在那边就哭了 那个时候王老刚抢就完 然后他就习惯动作 就又要 又要 那种 理解性的那种作意 后来呢 他就要 笔划要写东西 因为他就说不了话了 我跟刘盈就拖着这个本 王老写 王老就已经就是 拿笔的这个 就把握不住了 然后就任由这笔 就这么出了 反正就写的那个字 那到底写什么 就没辨别出来 就任由就这么写下去了 写完了 当时就昏过去了 我也坚信是杨树青年花 从杨树青这片 沃土滋润的 王树村先生 铸造了他蒸蒸铁骨 他能够踢经斩棘 能够在这个一连拖荒上 他开辟出来 真的 真是这个坚信的路 他到泥流之际 结果他还写的杨树青年花 他放不下 他格舍不掉 那是滋养他的养量 我想他应该是 当时回归古连了 今天 王树村一辈子收藏的木板年花 以分别捐献给中国历史博物馆 故宫博物院 中国美术馆 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天津杨树青画社等地方 他们是王树村生命的延续 1990年 中苏两国联合出版了阿里克写耶夫收藏的200多幅木板年画 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真品集 远远碎岁 被王树村 阿里克歇耶夫 还有更多人珍视的过年的话 他们曾是抵御野兽的门神 曾是驱邪避难的钟馗 曾是延年异兽的兽性 曾是繁衍生息的娃娃 他们是中国人寻求心灵寄托的最优方案 他们是中国人祈福纳祥的新年期盼 他们与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水乳交融 与中国人的文化传统血肉相连 他们承载岁月 也承载今天我们对历史文化的回望 在时光隧道的那一头 他们依旧熠熠发光 刘盈完成了诗爷爷王树村林中未完成的一座 中国古板年画藏本 他始终忘不了那个诗爷爷 对他竖起大拇指的手势 同学们今天咱们一起来看一样 传统的植物原料的制作方式 王靖尝试古法颜料的配色 他觉得工业原料再多木的色彩 也比不上曲子植物本色的古雅稳重 还是赋予木板年画诞生时代的色彩最和谐 好 现在就交给石家自己去称赞 而今在年画的世界里 王靖仿佛在爷爷留下的话和文字里 与他彻夜长谈 在世界中国年画的收藏史上 俄罗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 俄罗斯现在一共收藏有民国以前印刷的 中国木板年画有六千多幅 其中绝大部分是杨柳青年画 大概占到了有百分之九十 新学期开学 颜国栋在欢迎博士新生的发言中 引用了当年阿里克·谢耶夫 对他的新生说的一句话 要指使人间的一切 而不能带着有色眼镜去观察 颜国栋希望他的历届博士生们 能继续发掘更多 跟杨柳青木板年画相关的中俄文化交流 因为他知道文化始终是双向的 应该平视平等地对待 回想起来就是 在我的学术经历过程当中 这个木板年画并不是我主要的 一个研究的一个课题 但是木板年画却伴随了我 几十年的光阴 我一直心里头有这个木板年画 一直心里头想着 时刻能为沟通这个 中俄两国的木板年画研究吧 来多做架桥梁的工作 我也会继续做下去 王树村的抠门不讲究卫生偏激 是林凌峰经常跟熟人说起的 而十二年前追到会上的婉联 他写道 老头子放心走吧 惦记的老太太 如今92岁的林凌峰还是喜欢在住了半个世纪的小区里 在熟悉的环境里溜玩 他对我的影响很大 我来跟着他就懂得喝酒 我以前我酒精过敏 连打针都不能擦酒精 现在我喝酒觉得特好 没有酒那个菜就不好吃了 我从你现在我从十二三岁就离开家就独立出来了 我有一我也会都那么老了嘛 没想到这么多年会活着 现在还没死的迹象 他肯定放心 他知道 你喝酒 那咱感觉 那咱要喝酒 哪咱们喝酒 这咱就像我们个人 那咱们都不能擦酒 那咱们喝の水 那咱们喝酒 你喝酒 那咱们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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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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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